- 重新錄一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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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是Lisa - 我是Kelly - 我是Fa - Fa 在我們的腳本上面寫說啊 - 今天一開場我們要分享我們的境況 - 然後我就想說 - 我幹嘛跟你們說 - 周末境況就好 - 對欸 - 隨便跟你們講這樣好嗎 - 我還是有點矜持的 - 這說出去你能聽嗎 - 什麼事 - 沒有我在想說這什麼故事 - 因為我想了一下發現我的周末好 - 好普遍級喔 - 你在跟小狗玩啊 - 我的周末有發生一件 - 福島級的事情 - 日本那個福島 - 不是 普遍級在上去是什麼 - 福島級然後在限制級 - 不是 - 我剛剛說日本那個福島 - 不是的 - 想說什麼福島級 - 不是有四級嗎 - 保護級 - 保護級 - 所以你是比保護級 - 再高一個人的福島 - 我就有到福島級欸 - Oh My God - 就是我周末帶小狗去散步的時候 - 狗狗波奇 - 不是 - 讓他講 - 然後後來我們就經過那個一個公園的涼亭 - 然後就說天黑了 - 我就依稀看到涼亭中間有一對年輕的情侶 - 男生女生就疊在一起 - 疊在一起 - OK - 就是女生疊在男生身上 - 是北捷那種疊法對不對 - 蛤? - 北捷或咖啡廳那種疊法 - 誒 - 或是麥當勞那種 - 就位置不夠的感覺 - 因為他那個疊法是有上上下下的疊法嗎 - 沒有動 - 但是女生是在男生的大腿上 - 那還好啊 - 保護級啦 - 省空間啦 - 可是他那個姿勢是 - 我覺得偏福島 - 偏福島 - 你說正上棒這樣子 - 對 -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- 怎麼會疊在一起 - 然後左右互看說 - 哇 四下無人 - 然後可能小情侶在約會 - 是沒有四下無人 - 你就在四下 - 然後除了我 - 涼亭嗎 - 涼亭 - 然後中末不是超冷又下雨嗎 - 然後我就覺得好客難喔 - 有沒有可能他們真的太冷了 - 就年輕真好 - 就在那邊取暖這樣子 - 然後結果呢 - 我的狗就是有夠白目的 - 他就 - 他看到之後 - 他就很高興地衝過去 - 在他們旁邊的樹下大便 - 所以你要在他們附近撿大便 - 我以為是我也要玩 - 然後我就 - 我就在旁邊一直憋笑 - 然後就等他大完之後 - 我還要堅持嗎 - 我就一整套都在他們身邊完成 - 然後那個氣氛就非常特別 - 他們可以理解的吧 - 然後那個女生最後可能臉皮比較薄 - 就受不了就默默地下來 - 狗屎太臭 - 我覺得好好笑喔 - 好 - 我就說希望你們 - 勇於愛和 - 就是最長大之後 - 可能有賺錢了 - 去服個旅館 - 等一下他 - 去比較隱秘的地方約會 - 不要再被狗打擾了 - 可是我覺得在野外有野外的樂趣 - 那只是公園沒有到野外吧 - 可是就是戶外啦 - 我想到我小時候以前 - 應該在正常狀況下面 - 他們可能有想說那一段期間會沒有人 - 嗯 - 可是我覺得是年輕情侶很喜歡 - 透過各種公共空間談戀愛 - 這也是 - 因為我家隔壁也是有一個小公園 - 也是有那種糧亭跟一些長椅什麼的 - 然後有時候也是會看到香衣味道 - 會覺得我是不是要繞路 - 喔我其實沒有很喜歡這種畫面 - 明明是我要回家 - 但好像我在打擾他們 - 對對對對 - 或是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- 有時候會去麥當勞讀書 - 然後因為我們那間麥當勞是 - 很安靜的那一種 - 可是就會也是會有男生女生疊在一起 - 但他們也很安靜 - 欸沒有他們會講話 - 然後我就會覺得 - 很浪漫 - 就是 - 親親我我嗎 - 對我就會想說 - 好這裡是公共空間 - 但我就盯著他們看 - 哈哈 - 被我看到很不好意思 - 我就想說 - 是你自己要在這個地方 - 不就是要給大家看嗎 - 哈哈哈哈 - 應該也不是這個意思的 - 會不會太滿相處 - 有一點有一點 - 但是沒關係 - 接受 - 難怪我的狗 - 什麼人 - 什麼人養什麼狗 - 欸我覺得說不定的狗 - 也不是什麼開開心心的跑過去 - 說不定牠就是 - 就是被你的心肌感染 - 故意去拉屎 - 就是被你的心肌感染 - 滾這裡是我的大便天地 - 哈哈哈哈 - 我們說某一集有講過類似故事 - 真的嗎 - 百貨公司廁所被 - 當成約炮聖地那個 - 有有有 - 那一集的那Reals的音樂是Rolling - 哈哈哈哈哈哈 - 我記得好清楚喔 - 好那今天的話我們 - 一開始要先來講 - 最近國會開議事情 - 真是很多啊 - 因為 - 今天我看到這腳本的時候 - 我就覺得人物好多 - 出場人物好多 - 已經快要跟我 - 一開始看 - 排球少年的困惑感 - 排球少年還好吧 - 比 - 那個就會一下子很多 - 但是排球少年還算是有循序漸進 - 讓你一個一個也認識 - 讓你一個一個也認識 - 我們今天這個比較算是冰與火之歌等級 - 對對對對 - 可是我們先進入那個權力遊戲之前 - 先講一下最新的那個內政委員會的進度 - 就是他們又在針對那個 - 我有一個問題 - 所以是內政委員會在開會的時候 - 有可能同時外交 - 軍事外交也在開什麼之類的嗎 - 還是說他們會輪流開 - 要不然為什麼要特別關心內政委員會 - 因為他內政委員會最近在吵的事情就是 - 社會比較關心的那個三五漁船的事情 - 中國那個漁船 - 進到我方海 - 可是他們現在就是 - 我覺得他們現在吵的東西越來越無聊 - 嗯 - 就是他們有點 - 感覺是要逼海委會的主委負責跟道歉 - 海委會主委是誰啊 - 管碧琳 - 管碧琳 - 覺得有點難看 - 然後我們今天在那邊吵 - 因為那個 - 諮詢報告 - 就是他們那些可能會要求相關單位去做一個 - 專案報告啦 - 然後就是報告名稱有改過 - 就是有一些 - 有時候一些小字會改名 - 標題嗎 - 對 - 然後他就在執著於這件事情 - 然後想說 - 就改標題這件事情也可以吵 - 然後我們今天口徑一致 - 不是我們都已經容忍 - 那個台灣的新聞媒體寫錯字這麼久了 - 哈哈哈哈 - 這個 - 這個標題 - 是很重要嗎 - 這個標題是 - 他改了整個語意會變還是怎樣 - 通常是會尊重立法院 - 可是過去的經歷是 - 其實國民黨也蠻常改的啊 - 你們在當中央政府的時候 - 你們其實也是常常會改報告 - 有時候他這個講的 - 立委要的報告的語意有點問題 - 或是他不是事件的重點的時候 - 總之這也不是第一次改標題 - 對 可是今天國民黨口徑一致說 - 立法院沒有出現過 - 就還真的有 - 啊不是有嗎 - 就代表他們是高薪實習生 - 領那麼多錢真的沒有 - 搞不清楚立法院在幹嘛 - 我們後面會再講說到底是領了多少錢 - 還是我覺得會不會因為他們認為說 - 我們立法院就是上對下 - 我覺得很白癡 - 因為我們立法院就是高你們行政權一階 - 所以質詢的時候你們就是要跪著 - 我這兩週看了 - 他們有沒有聽過五權分立這幾個字嗎 - 這個小學生就要知道耶 - 公民課有教吧 - 五權分立的意思就是五權分立 - 就是平行的啊 - 無字面上的五權 - 他是橫向的 - 是 - 他是 - 一個平面 - 對 - 我從這兩週他們的質詢內容 - 我真的覺得他們是覺得自己是上對下 - 好 - 我們講一下是誰說出他認為是上對下 - 也是一個國民黨的新科立委 - 他是不分區 - 叫翁曉玲 - 翁曉玲 - 翁曉玲他那時候在那個立法院質詢 - 陳建仁的時候 - 他就說 - 我沒有請你回答的時候你不能回答 - 我質詢是上對下 - 他覺得自己是上 - 陳建仁是下 - 然後陳建仁就傻眼說 - 蛤 - 上對下嗎 - 就是你在想什麼 - 而且我去查了一下翁曉玲這個人 - 他現在是清華大學的副教授 - 哪一科的副教授 - 他是 - 他是 - 他是副 - 我不知道他是哪一科 - 但他是法律研究所畢業的 - 那怎麼會不知道 - 我覺得他們就是一直在用 - 我覺得就是因為他們現在是多數黨嘛 - 然後加上關鍵少數是站在他們那邊 - 所以他們現在在立法院完全就是覺得 - 我不用 - 他就 - 他就 - 表現出來就是我覺得我們是上啦 - 就很嚇張 - 包括今天的那個內政委員會 - 我剛剛看到他們的資訊 - 真的是就是用 - 我不能說是羞辱 - 但我感覺出他們就是在用 - 林池跟 - 趙偉是我們的人啊 - 然後 - 趙偉是武黨級的高金素媒 - 他是上武黨級嗎 - 中國 - 哪一個委員會的趙偉 - 內戰委員會 - 高金素媒真的是 - 高金素媒 - 眼而優則倒欸 - 他怎麼了 - 因為他原本就是演員還是歌手出身 - 他原本是藝人 - 因為我剛剛看他跟國民黨立委 - 在一來一往那個配合去羞辱 - 我們的政府官員的覺得蠻噁心的 - 然後我想要總結那個漁船的事情啊 - 是就是我覺得這件事到底為什麼大家可以爭議這麼久 - 就是這就是一個中國的三無漁船 - 越界捕撈 - 你就是非法漁船啦 - 然後你越界在我們這邊 - 我們本來就要去驅離或者是要去登船 - 去檢查你們是誰嘛 - 去地 - 對 然後這件事發生了意外 - 我們把總共四個人嘛 - 兩個人死掉 兩個人活著 - 我們把他們四個都安置好了 - 也通知他們的家屬了 - 也都盡可能的讓他們的後世有尊嚴 - 這是我們做的 - 對 - 然後我們也讓那兩個生還的人回到中國了 - 然後盡可能的讓這一切都 - 就這個衝突有一個 - 就這個衝突大家都不想要嘛 - 可是今天他們就會配合中國的 - 國台辦 - 國台辦 - 他們的旨意啊 - 國台辦一發生的時候 - 他們就跳起來了 - 欸這次剛發生的時候他們超安靜的 - 就變成上深層政治事件 - 對 然後就是開始羞辱我們的官員 - 然後包括上週那些什麼上對下什麼的 - 我真的覺得就這 - 就是你明明是台灣的立委 - 對 - 這是你卻在幫中國講話 - 對 然後一直在 - 逮到一個案件想要打 - 然後我覺得蠻噁心的 - 就是 - 我像我今天看到一個立委的諮詢的時候 - 他看到他一直在言語去 - 例如他要海委會回答 - 然後回答完之後就說 - 時間不夠 - 你現在不要回答 - 你不要講話 - 然後問問題又不給人家回答的機會 - 然後可能他要給你管閉靈你講 - 然後又說 - 欸你這個請別人來講 - 然後別人來講他都說 - 欸你這個不要 - 為什麼不請你來講 - 就是一直在玩這種遊戲 - 然後講一講都說 - 時間有限 - 規刁難 - 對對對對 - 就是你會覺得你們到底在搞什麼 - 嗯 - 或者是在質詢的時候 - 一直問人家說 - 你跟天主說什麼 - 這類的事情 - 欸就是他 - 就是他 - 牛許婷 - 對 - 他就是那個 - 鄭運鵬的對手 - 喔 - 鄭運鵬輸給這個人喔 - 嗯 - 鄭運鵬你好好檢討一下 - 你輸給這個人 - 為什麼不要檢討鄭運鵬喔 - 我們都檢討 - 國民黨也有立委說 - 請你們民進黨檢討一下 - 為什麼你們這次國會沒有國敗 - 對啊為什麼是國民黨在問啊 - 而且尷尬屁事啊 - 對啊 - 因為劉許婷就是 - 要求那個陳建仁 - 針對國民黨 - 國會席次瑞檢做檢討 - 這是立法院的 - 這不是民進黨中商會 - 欸不是我覺得 - 其實對我來說 - 我覺得很誇張的是 - 你在質詢的時候 - 你問人家的宗教信仰 - 喔 - 以及羞辱他的 - 算是身份嗎 - 算是宗教上面的身份 - 信仰上面的身份 - 嗯 - 我覺得這 - 這算人真攻擊吧 - 這不是在問政治的事情 - 不是在問政策欸 - 因為他 - 他就問那個 - 陳建仁說 - 你定期會跟天主對話 - 本席想要請問院長 - 你在跟天主對話的時候 - 你是樊心靈的私事還是公家事 - 到底干他屁事啊 - 你也 - 這什麼爛問題啊 - 不是 - 我們等一下還 - 我再預告一次 -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這些人 - 領多少錢 - 哈哈 - 我都好氣喔 - 然後陳建仁就 - 也是蠻不高興啊 - 就是說他 - 他覺得他跟天主講什麼 - 是跟天主之間的事 - 你沒有辦法過問 - 不干你的事啊 - 對 - 而且我覺得很噁心是那個 - 那個牛許提 - 他竟然對 - 他竟然就是在 - 我覺得他這兩次 - 這兩次 - 包括今天那個內政委員會的那個諮詢 - 我都發現他用同一個方式是 - 他想要激怒對方 - 對 - 他也故意說院長深呼吸 - 他是跟韓國瑜學的嗎 - 看著我的眼睛 - 就是意思說你冷靜你冷靜 - 現在我們情緒不要那麼激動 - 有時候明明沒有那麼火 - 被他一直講好像不發火不行耶 - 可是他竟然跟陳建仁說你是聖騎士 - 不要搞到變成聖戰士 - 這好過分喔 - 聖戰士 - 大家應該知道聖戰士是什麼吧 - 聖戰士就是那個 - 那種 - 他們會去恐怖攻擊的那些 - 去斬首人家的那一種 - 這些人真的放不下中東耶 - 國民黨 - 國民黨有放下嗎 - 以及塔綠班什麼都是他們的 - 然後那個 - 講到這個 - 這個人是台中立委對不對 - 誰 - 羅廷偉 - 你知道他多好笑 - 他要行政委 - 他要求行政委 - 驗台灣人的尿液來檢測 - 到底會不會驗到疑心受體處 - 就是瘦肉精 - 蛤 - 還是我們的普普 - 那個像什麼去的 - 今天那個普曬 - 普曬 - 你要撿嗎 - 可是這樣子驗是會驗得出來的嗎 - 我不知道他叫 - 有可能啦 - 因為其實那個乙型受體素 - 不一定是來自瘦肉精 - 有些藥裡面會有 - 有些氣喘藥感冒藥也有可能會有 - 那這樣子驗是要幹嘛 - 我不知道啊 - 然後其實任何說這個東西其他地方也有 - 我們都 - 就算今天驗出來 - 我要怎麼知道 - 你是因為吃豬還是因為吃吃感冒 - 也要怎麼造成的 - 他我覺得 - 我好替大人哥感到不止喔 - 就是一個中研院的院士 - 一個公共衛生的專家 - 然後你要站在那邊一整天被人家羞辱 - 還要被這種 - 這種沒有常識的問題 - 然後你還要現場 - 被子在 - 對 那你還要現場幫他科服 - 另外一位這個是廖 - 我們現在出場人物已經到第四個囉 - 廖偉翔來了 - 廖偉翔 - 廖偉翔是哪裡的立委 - 廖偉翔不就是賴品瑜的對手嗎 - 阿對耶 - 那是廖先生翔吧 - 阿對阿 - 廖偉翔 - 兩個都錯 - 2A0B - 廖偉翔 - 給我看一下 - 終結 終結的話是台中的 - 阿對耶 台中 - 他之前在胡志祥辦公室 - 阿 我知道廖偉翔就是 - 他還沒上任就爭取終結成功的那一個 - 妳就掛看板那個 - 阿對耶 - 那個後來就是有人也有去掛看板就反諷他 - 然後就被拆掉了 - 喔是喔 - 台中市就好像有一些 - 台中市就把他拆掉 - 媽媽看不下去 - 因為某些原因那個廣告就被扯掉 - 為什麼 - 為什麼 這個不能講嗎 - 台中現在是沒有言論自由是不是 - 台中沒有 - 好 - 這我就是親自示範給大家看 - 什麼叫做沒有言論自由 - 就是你想講什麼話會被禁聲 - 我覺得廖偉翔有做出這幾個人的差異性 - 就是他有在這裡面拖淫而出 - 他有找到他的歷史定位 - 哪部分 - 因為他說只抽驗3% - 不能證明其他97%沒問題 - 這 - 不是他這個數學是跟 - 應該是跟科文哲學的 - 對 - 唉唷 - 唉唷 我們這個要解釋嗎 - 要啦 - 不是正常人都知道抽驗的意思是什麼吧 - 反正他還是在講那塊天選之肉的問題 - 因為你記得去年選選舉前很多人也是證明 - 一直在糾結於一千多份民調不可以代表全國 - 我們要做做兩千三百多萬 - 不是 - 那個叫全民陰健好嗎 - 哈哈哈哈 - 全民陰健也沒有兩千三百萬都去考好不好 - 蔡英文的陰 - 而且他看起來是信誓旦旦跟很有自信的拿著 - 因為國民黨這次他們都有備而來 - 他們這次質詢都會拿著厚厚的講稿 - 這樣叫有備而來喔 - 嗯 - 我就跟你講不知道誰寫的那份稿都很像 - 總之 - 所以呃 - 陳建仁他是說食安是科學 - 他他就是說 - 廖偉翔你這樣把 - 講成這樣這種說法這樣是政治 - 就是政治語言 - 我不知道台灣到底還要解釋多久 - 就是不可能會發生只有一塊豬肉驗出 - 瘦肉精這種問題 - 可不可以下一題了廖偉翔 - 你不要再糾結在下一題 - 就當我們以為 - 我其實有一個想法是覺得說 - 他們做這些事情是為了要轉移焦點嗎 - 為了要累積錯誤的認知 - 以及讓製造對方的憤怒嘛 - 你看這種問題 - 你是一個 - 我今天如果是一個學者 - 是一個博士 - 是一個專家 - 我真的會火大 - 就是你在跟我開玩笑嗎 - 就是如果拿一百個笨問題去問你 - 問到你真的生氣了 - 那個生氣就會上新聞 - 對 你就會被減成一堆精華 - 對 - 當我們以為一切都結束了 - 當我們以為這件故事要結束在台中之後 - 沒有雲林來囉 - 一樣新科立委 - 等一下現在第幾個第幾個第五個 - 雲林來了 - 丁學忠 - 也是國民黨 - 對 他說我們應該要抽一點豬的DNA - 究竟是美豬還是台灣豬 - 台糖就只有台灣豬要講多久啊 - 真的是這件事要講多久 - 台糖沒有在 - 所以台糖是沒有進口其他的豬肉的 - 就沒有啊 - 台糖就是台灣自己養豬的啊 - 他就只有自己養豬 - 因為我想說他會不會是代理商什麼的 - 會不會是 - 他就自己的豬 - 他現在是要低血厭親耶 - 而且我們台灣就是沒有進美豬 - 對 - 我們有開放 - 但因為沒有那個 - 你知道怎麼去啊 - 我們開放允許這個東西 - 可以進來 - 但不代表一定要做 - 可是因為這堆沒有什麼優勢啊 - 就是我們台灣豬肉就已經很好了 - 所以不會有人想要進他 - 對 - 為什麼會演到低血厭親這一段 - 丁學忠 - 為什麼又回來又是低血厭親 - 我們已經過完年了 - 欸 228結束 - 大家真的放下甄嬛傳 - 元宵過完了 - 228也結束了 - 就是三月了 - 就三月了 - 沒有要再甄嬛了 - 好 - 那我們可以來說說這些人 - 我們剛才有講的五個出場人嗎 - 欸我補充一下喔 - 那個雲林丁學忠的 - 丁學忠的對手是蘇智芬 - 你有沒有覺得很不值得 - 而且雲林是養豬大縣喔 - 就是你那邊在地的立委 - 應該要更懂這些事情 - 他竟然問這個DNA - 你去驗台灣豬的DNA - 你知道狗走豬來這四個字嗎 - 我知道 - 知道有一集的標題就是 - 我覺得國民黨可以驗驗自己的DNA -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 - 你看我們這次 - 他們剛剛都沒有講到民眾黨嘛 - 因為他們 - 我們目前還沒看到他們有這類 - 這麼特別的質詢 - 喔對 質詢的部分 - 因為上週就是國民黨投影而出嘛 - 對 我們幫大家檢取一些highlight - 所以這無關政治立場 - 是你們的確在浪費我們的 - 公共領域的討論時間 - 跟納稅員的錢 - 立法院應該要討論更好的事情 - 好 來 多少錢 - 欸我看到有嚇到欸 - 很生氣對不對 - 我也有嚇到 - 他們的月薪竟然跟各部會的部長 - 是相同等級的 - 有總共19萬 - 我覺得你跟各部會的部長相同這個我沒有意見 - 可是當我知道你拿這個薪水 - 然後給我問一些笨蛋問題的時候 - 喔 - 我會蠻生氣的 - 來一個月19萬500塊 - 你還有加上年終1.5個月 - 所以每年的年薪大概258萬 - 但這是指最基本的喔 - 這個還沒有包括其他的 - 各種的補助啊什麼什麼的 - 津貼 - 對對對對 - 而且公務 - 有哪些津貼 - 應該有很多吧 - 他應該是 - 他電話費也有津貼欸 - 有有有有 - 而且補1萬多塊欸 - 電話費是 - 好想要好想要 - 電話要怎麼打到1萬多塊 - 電話費最不重要吧 - 現在不是因為現在不是有Line嗎 - 可是他如果做選民服務 - 我覺得這個好像感覺還不夠 - 如果還要傳簡訊什麼什麼的 - 因為還會比如說有些服務處啊 - 然後你要租金 - 然後你要請那個助理 - 我真的覺得 - 做公關是不是也可以報仗 - 可以啊 - 我覺得這些錢是合理 - 我自己一直以來都覺得 - 不管是總統還是公務員 - 各種的首長公務員拿的錢 - 我覺得都合理 - 甚至跟一些國家比 - 我還覺得我們的公務員值錢 - 我記得我們只有錢沒有到很多 - 欸可是你知道公務員有子女教育補助 - 就是這個事大家都知道嘛 - 可是我覺得經歷過這屆立委 - 我希望公務員有自己 - 立委有自己的教育補助 - 哈哈哈哈 - 他們需要去上一次辦上課 - 再多回去念完你的大學 - 就再念一次 - 對啊 就憲法這麼基本的 - 還在那邊上對一下 - 欸 五權分立大學不會教吧 - 這是小學生教的 - 五權分立正 - 我國中公民課吧 - 記得基礎教育的時候 - 就已經講過這個概念了 - 但是可能會被借去 - 上數學或英文 - 不會 - 欸我後來長大之後 - 我覺得最實用的課 - 其實是公民課 - 公民課啊 - 公民課很重要 - 欸我其實小時候沒上到什麼公 - 欸我們不是有小五弟弟嗎 - 公民課要記得認真上課 - 欸他是要上小六妹啊 - 他是應該 - 現在課剛剛說跟以前不太一樣 - 我不知道 - 弟弟公民課要認真上喔 - 很有用喔 - 嗨 你也想做Podcast嗎 - 上FIRSTORY - 讓你的節目輕鬆上架 - 輕鬆實踐動態廣告置入 - 建議你的會員訂閱制 - 分潤更易易子 - 當你自己的SugarDaddy or Mommy - 那因為我們剛才有講到說 - 像這一些公關品其實有時候可以保障 - 有些補助啦 - 對對對 - 例如拿去買酒 - 我不確定是不是買酒 - 但有一些立委 - 那像立法院的那個你說什麼 - 韓國瑜的那個酒也是 - 院長 - 他是有預算去做的 - 然後有一些立委比較那個 - 我覺得這很好就是做得很乾淨 - 他覺得他不要收禮 - 他覺得這些禮物 - 你如果是拿公關費我不收 - 你看那個花籃這樣送來 - 這是原則問題 - 對啊什麼意思 - 其實花籃我個人真的是蠻討厭的 - 就是我自己覺得 - 你的花粉症嗎 - 不是就是我個人覺得就是 - 雖然這是一個產業啦 - 可是我個人覺得每次什麼開幕啊 - 各種就會 - 或者是升遷就會有很多花籃 - 所以你假如情人節禮物送你花 - 你會生氣的那種嗎 - 當然會生氣 - 我幹嘛要會卸掉的東西啊 - 欸我會超火大 - 我超討厭花 - 你送我假花我還比較開心 - 因為假花可以放很久 - 所以假花我養不死 - 所以像那種禮物的話 - 你就會想要實用一點的 - 因為我會覺得那乾脆不要 - 就是我會比較不知道這種有時效性的 - 所以我知道它是一個新意 - 可是因為你知道花籃蠻貴的耶 - 而且就擺在那 - 因為我有送過朋友花籃 - 等他變老闆娘 - 喔喔喔喔你說送到店面的那種 - 然後我們就集資 - 因為我們真的發現那花籃好貴 - 那你送他萬年輕什麼的啊 - 或者那個豬肉植物的 - 那個又會有點腦人 - 你知道說到的人 - 因為假如說 - 給我一個大盆栽 - 假如說跟店裡面的風格不太一樣的話 - 但我是要說我是喜歡收到花的 - 你是喜歡收到花 - 那你會把它種起來嗎 - 我會把它做成乾燥花 - 喔喔喔喔 - 怎麼做 - 用吹風機吹它嗎 - 沒有把它吊起來 - 倒吊起來 - 塞乾嘛 - 風乾它 - 用吹風機我是問了一個白色的問題 - 我覺得我會完整放鬆 - 吹到乾這樣 - 不是 - 不是 - 就是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新意啦 - 那乾燥花你要放在哪 - 就會把它擺在書架上面之類的 - 插在 - 就當那個擺設裝飾用 - 妳的問題也太細了吧 - 因為我無法理解 - 妳要不要問它乾燥花的花期是多久 - 我剛剛正想問會不會會掉落 - 因為乾燥花有時候會越來越碎 - 欸我現在房間裡面歷時最久的乾燥花 - 應該一年多快兩年了 - 乾燥花蠻久的 - 是它原本從鮮花的等級 - 然後就漸漸凋謝 - 但是乾燥花不一定只有玫瑰花啊 - 就是它旁邊 - 有各種花 - 它旁邊可能會有什麼滿天心啊 - 之類的 - 那種也可以乾燥起來 - 滿天心可以拿來當雞毛膽子 - 不會 - 滿天心自己本身會雞很多灰塵 - 就你可以拿來掃東西 - 好啦 - 那如果有人跟我一樣不喜歡花的 - 可以寄給Lisa - 好 - 那假如是情人節買酒送給你呢 - 酒我ok - 沒有我比較在意的是那個啦 - 因為我自己對花 - 我會覺得它的消耗 - 對 - 花真的蠻貴的 - 好 - 那買酒送給你 - 酒一定收啊 - 一定開心 - 酒不用跟我解釋任何我都收 - 那你就跟黃國昌一樣 - 沒有沒有 - 欸 - 我跟你講黃國昌 - 黃國昌 - 你們好大一個洞喔 - 哇 - 他直接鋪通套進去欸 - 我跟你講黃國昌他強調送禮到他辦公室他都不收 - 這個是有新聞的事 - 不管 - 因為我們之前也有提過 - 對 - 那個游錫坤的話 - 對 但他其實是不管藍綠他都不收 - 那個游錫坤那個時候還是立法院院長的時候嗎 - 他藍綠都不收啦 - 對 他都不收 - 他說這是原則問題 - 對 他都不收 - 他說都會全退 - 很了不起 - 但陳雪昇就那個性騷擾定諺的陳雪昇 - 國民黨陳雪昇 - 對 性騷擾泛雲的那個陳雪昇 - 沒有錯 - 我們每一次都要再提醒一下這件事情 - 性騷擾陳雪昇 - 黃紅衛說他叫他退選不合適 - 所有雙表演沒辦法的那位陳雪昇 - 他的title好長 - 剛剛那一整串 - 我就說我們今天這一段就是冰與火之隔 - 他就是他的title快要比龍母還要長 - 陳雪昇送了一個高粱 - 馬祖高粱給黃國昌 - 黃國昌還是退了 - 可是陳雪昇就打電話來說 - 國昌我把你當好朋友 - 我送你一個麻祖酒 - 就是祝福你過年好 - 過年的時候喝喝麻祖酒 - 這不是收買或是什麼 - 就是人情而已 - 啊人情不就是 - 請問花籃不是人情嗎 - 其他你退回的就不是人情嗎 - 沒有你知道嗎 - 由喜昇敗就敗在 - 他應該沒有退了之後 - 他沒有再打電話去說 - 國昌 - 看看我的花 - 做成乾燥花也好 - 你知道黃國昌有多噁 - 他竟然還說 - 我要稱讚一下陳雪昇委員 - 他的溫暖融化了我 - 好噁心喔 - 什麼意思 - 不是我真的覺得黃國昌你好噁心喔 - 就是再過不久就太陽花十年了 - 對沒有錯 - 你怎麼會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 - 十周年了 - 欸我剛才正在想說 - 因為剛才講到公民課嘛 - 我就發現說 - 我其實小時候沒有在上什麼公民課 - 我真正有上到公民課 - 喔真的喔 - 其實是太陽花的學運 - 那時候在街頭上面上超多 - 欸你知道現在的公民課本裡有太陽花嗎 - 我印象中有 - 有有有有有 - 我們變歷史人物了嗎 - 所以現在的學生會 - 哈哈哈 - 現在學生會一邊在課本中看到黃國昌 - 以及在電視中看到黃國昌 - 會不會很錯亂啊 - 會覺得國民黨參與了太陽花學運 - 哈哈哈 - 會覺得國民黨發起太陽花學運 - 哈哈哈 - 黃國昌真的 - 嗯 - 越想越不... - 怎麼會他在...你知道他那個表情 - 就是雙手合心 - 就是像當初柯文哲要刺他官的時候 - 他也是謝謝謝謝謝謝 - 因為這個這一段是一個訪問啊 - 嗯 - 是一個有影片的 - 節目訪問 - 就是大家可以去找來看看 - 很精采 - 很精采 - 黃光晌的節目是不是 - 對對對 - 然後你可以搭配過幾個禮拜後 - 應該會開始有很多太陽花以前的歷史片段出來 - 嗯 - 搭配著看 - 就會覺得滄海桑田 - 哈哈哈 - 真的是好特別 - OK - 講回柯文哲 - 欸沒有講回柯文哲 - 柯文哲 - 我自動把大巨蛋列為柯文哲一部分 - 哈哈哈 - 那是他的分靈體是不是 - 因為大巨蛋已經啟用了 - 然後在上個週末是 - 日本獨賣巨人隊來台灣的交流站 - 然後那是大巨蛋 - 開幕至今 - 也是台灣國內棒球史上第一次最多人入場的紀錄 - 有3.8萬人 - 對 - 因為我們之前沒有那麼大的球場 - 對 - 然後大家就很期待 - 因為其實這真的是棒球的盛勢 - 對啊 - 但就中間發生了一些問題 - 散場的時候發現電腐梯沒電 - 以及 - 這麼多人要散場他的上樓的 - 因為大巨蛋我們之前有講過他的地下室 - 發現他們散場 - 對 - 他散場的通道是一個電腐梯 - 然後塞車嗎 - 電腐梯壞了 - 蛤 - 電腐梯壞了 - 我是看到有人去現場 - 然後 - 撐傘 - 對 在球場裡面撐傘 - 我想說啊不是室內嗎 - 為什麼在撐傘 - 而且我們就是因為不想要看棒球賽撐傘 - 所以大家當年大家才吼出一個大巨蛋 - 就是拜託請政府蓋一個室內球場 - 結果還是要撐傘 - 還是要漏水 - 結果我覺得詭異的是遠雄說 - 因為進場人數過多 - 管線負擔造成什麼各種問題 - 就是影響了那個 - 空調的管線 - 我們大約可以塞5萬多人 - 然後我們進了3.8萬人 - 因為人太多 - 他們還沒做滿不是嗎 - 所以我們是以後都賣40成票就好 - 那該那麼大要幹嘛 - 就是他的說法讓我覺得很奇怪 - 就是你應該是要能達到更多人的水準 - 可是我們目前都還沒有開到 - 我們現在3.8萬人嘛 - 結果就開始出現動線有問題 - 然後出去 - 然後什麼空調系統負荷太重 - 對 - 這什麼意思 - 但是我還是熱見其成啊 - 我希望大巨蛋可以 - 以後未來是真的可以舉辦一些演唱會那些的 - 一定是就會希望這個地方 - 可是我現在會有點削削的耶 - 因為你看他人這麼多 - 然後他散場 - 不管是進場的時候 - 我是看到進場有一些人抱怨是 - 因為大家都是第一次去那個場地 - 也不知道 - 不知道就是要往哪個方向走 - 或是要走樓梯還是等電梯 - 對 - 然後他的工作人員引導的數量不太夠 - 嗯 -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要往哪走 - 或是有個工作人可能在轉角跟你說 - 喔 B1可以走樓梯 - 然後你走到B1那邊又沒有人了 - 欸 - 所以你又不知道要怎麼走 - 他們有明確的指引 - 因為大家都不熟悉 - 然後你想今天是一個這麼多人聚集在同一個地方 - 嗯 - 今天是因為就是風和日曆 - 散場我們可以等 - 天下太平 - 所以我們大家可以慢慢走慢慢找路 - 嗯 - 那今天我們這個重大的公共健身最害怕的就是遇到一些 - 需要疏散的時候的狀況 - 嗯 - 那如果是真的需要疏散的時候 - 大家一定不會是這麼心平氣和的狀態 - 可是他的安全避難原則是大巨蛋要在 - 如果真的發生意外 - 我們要在八分鐘內讓全部觀眾離開室內 - 離開的位置到避難空間 - 就是你必須要離開那個場內 - 嗯 - 八分鐘 - 然後十五分鐘要達成全部人離開大巨蛋這個建築 - 大戶外 - 對 - 所以 - 從目前這看起來 - 就是我有點不知道我們到底有沒有做過 - 足夠的模擬跟測試 - 有啊 不是說做過嗎 - 那是電腦模擬的啊 - 喔 - 喔你說實體模擬的話嗎 - 因為當年不是 - 是前年對不對 離開院 - 嗯 對 - 就是那時候韓國離開院發生踩踏事件 - 當時就是前台北市政府的毒發局長林周明 - 有提出當時大巨蛋做的那個電腦模擬 - 他的參數過於理想 - 嗯 - 就是他用 - 他可以設定那個 - 對對對 很多參數 - 情境嗎 - 然後他設定的其中一個參數是 - 現場的人都對逃生方向很熟悉 - 因為像剛剛Kelly講的是 - 去看球賽的人其實 - 剛到現場會不知道 - 欸我要往哪邊走比較 - 所以他這個參數就不符合我們剛剛說的狀況 - 嗯 - 因為他設定的是大家都知道逃生要往哪走 - 很少人會對這種場館非常熟悉 - 像就算我其實算是去過小巨蛋蠻多次了 - 嗯 - 看過蠻多場演唱會 - 可是你要 - 要我馬上說出小巨蛋的逃生路線 - 我還真說不出來 - 對 - 欸真的會不知道欸 - 對啊 所以很少人會對逃生路線是熟悉的 - 可能工作人員吧 - 頂多對 - 我覺得可能只有場館人員或工作人員 - 會大概知道 - 嗯 - 然後當時要設定一個參數是逃生情境 - 他們設為太弱自然 - 蛤 - 誰會在這個情況下逃難 - 還是因為他們現在大巨蛋的硬體 - 已經沒辦法再做調整了 - 所以他們只能調整這種模擬的參數來催眠自己說 - 其實是OK的 - 我不調整硬體 - 我調整我自己個人的心理狀態 - 到時候我們大家一起太弱自然 - 知道嗎 - 什麼意思 - 大家就提出這質疑 - 覺得這個你設定的情境太理想了 - 就是理想上我們當然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很 - 太弱自然的逃生 - 這是最好的 - 可是實際上不會這麼理想嘛 - 一定會有人看不到 - 一定 - 甚至可能會有人是 - 身障行動不便的 - 會有各種原因 - 或是有小孩有什麼的 - 實際情境應該是不知所措 - 可是我其實覺得這類的事情 - 就是一個大的場館出現 - 要開始營運 - 開始使用 - 遇到我們剛剛提到的每個問題 - 我都覺得很合理 - 但在台灣人經歷過各種不同政黨執政縣市 - 給出了不同監督力道之後 - 我就覺得不合理 - 大巨蛋大家好冷靜在分析 - 覺得哪邊可以改善 - 對他好溫柔 - 很溫柔 - 沒有任何個 - 包括我們剛剛都沒有說 - 我們也沒有說是彼岸 - 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對待新竹棒球場 - 一半的力道來對付大巨蛋 - 或是你用對大巨蛋的方式 - 去對待每個公共建設 - 對 - 因為我是真的很期待這種大場館 - 如果啟用之後真的可以有更多國外的藝人 - 這對我們的發展是好事 - 甚至是台灣的藝人可以開 - 可是如果 - 我就會很擔心的是 - 像我們剛剛說很期待國外藝人來 - 可是也會很擔心 - 如果你沒有處理好 - 發生一個 - 之前沒有預想到的事情 - 真的會 - 就會很丟臉 - 洛健是一個國際很有名的人來 - 甚至其實我覺得也不是丟臉 - 而是說 - 如果有安全問題的話 - 因為像誰會想得到離台院當初會發生這樣的慘安 - 對 - 我們還是希望大巨蛋可以好好贏的嘛 - 台若自然 - 如果可以成功的話 - 它會是台北最大的演唱會場地 - 因為現在全台灣最大的是士兵主場館 - 高雄那個吧 - 也是大概四萬到五萬五千人 - 好 - 想到最好吃 - 最後講到也算是我覺得 - 呃 - 華人的遺珠之憾 - 喔 香港對不對 - 對 - 就是 - 香港之前要立一個基本法23條 - 它其實就是有點像是那個 - 國安法 - 反本 - 是不一樣的是不是 - 它就是禁止 - 之前反送中是在講國安法 - 反送中就是關於那個送中這件事情 - 對 - 然後國安法這個是基本法23條 - 就是其實就是意思是你不可以顛覆國家 - 不可以叛國了 - 總之他當時2003年就想要試著推過這個基本法 - 當時這個立法引起了數十萬人上街抗議 - 然後那是香港回歸 - 就是主權轉移之後 - 人數最多一次抗議 - 是2003年 - 二十幾年前 - 二十幾年前 - 二十一年前 - 然後當時就是變成 - 香港的 - 親近中國的那個立法會議員都 - 倒戈 - 覺得那我不要碰了 - 因為這個民意真的反彈太大了 - 那個時候他們最後是決定擱置 - 對擱置 - 就先放著 - 然後大概二十一年後 - 我們 - 我是看到那個BBC做的一個街坊 - 那我看那個影片我覺得好毛喔 - 很不舒服 - 我整個毛骨悚然 - 因為他就是去街上訪問所有的香港民眾 - 他們每個人看到 - 就是記者一問 - 你對二十三條有什麼看法 - 每個人都說不知道 - 我不知道 - 我不清楚 - 不要問我 - 而且他們是聽到這個這幾個字之後 - 眼神才變掉 - 因為一開始記者可能問他說 - 欸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什麼的 - 然後他就問說你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- 他立刻就眼神就變掉 - 扭頭就 - 就說不方便我要去上課 - 我要去上班 - 蛤 - 其實很明顯就是 - 我們可以看到從 - 閃爽中到現在 - 2019年到現在 - 其實在更之前 - 閃爽中 - 就是才短短幾年的時間 - 香港就已經從一個 - 當時我們看到這麼多人在街頭 - 表達自己的訴求跟看法 - 跟人可以談他對香港的感情 - 對 - 然後現在是完全不敢講話 - 嗯 - 當然那個節目裡還是有 - 我還是有看到有人是 - 小小聲說不支持 - 然後他就走掉 - 嗯 - 可是那個 - 也不敢細講 - 可是我覺得會很擔心他的安慰耶 - 有一個人 - 有一個女生就是邊講 - 然後邊用手遮住自己的嘴巴 - 就是遮住半張臉 - 這樣子 - 還是有點 - 還是有點 - 啥啥的 - 好恐怖喔 - 因為真的在 - 就是五年前發生過那些事情 - 有太多人被消失 - 嗯 - 太多人至今下落不明 - 哦 - 我覺得他們會有這樣子的反應 - 也是情有可原 - 但一方面也會是覺得很悲哀 - 我覺得這就是為什麼 - 我們之前節目中講過 - 白色恐怖跟228K - 也可以讓這麼一個大世代的台灣人 - 長達經歷 - 將近四十年的時間 - 不敢討論政治 - 希望自己小孩不要去碰政治 - 像我們之前歷史有講過 - 可能老一輩會說 - 你不要去管政治啊 - 因為他們會聯想到那個恐懼嘛 - 所以我覺得香港現在 - 我覺得香港 - 因為剛好在228後我看到這個影片 - 然後我就覺得 - 這就是當時台灣的感覺 - 就是你不敢討論 - 幹我剛剛好像在聽鬼故事 - 我腳在發麻欸 - 我剛剛我看到那個影片 - 你去看那些活生生的人 - 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 - 表現得這麼反常 - 對 - 這麼不合常 - 而且因為可能 - 我們這一輩還有經歷過 - 香港還很蓬勃發展 - 那個時候是亞洲金融中心的那個年代 - 而且你看那個影片裡面 - 訪問的幾乎都是年輕人 - 那你看得出來他們的 - 你感覺得出來他們在想什麼 - 我覺得這才是最不舒服的地方 - 他們不是真的不關心的走掉 - 他們是覺得我不能講話的那個 - 而且有一個女生是 - 她問她說 - 你知不知識的 - 她就說 - 沒有什麼好知不知識的 - 然後看了一下鏡頭說 - 你在拍我嗎 - 然後那個 - 她就點了鏡頭說 - 說 - 我支持 - 就馬上改口 - 還什麼之類的 - OK - 但我就覺得 - 真的很毛 - 很像恐怖片 - 結果這個是現實生活正在發生的 - 的香港 - 真的希望大家知道 - 台灣走到自由真的花了很多時間 - 當然我們可以從香港的故事看到 - 毀掉是這麼短暫的 - 就是她可以很輕易的 - 透過政府的鎮壓 - 跟政府的暴力 - 還有一些消失 - 還有一些很強的 - 不合理的法律啦 - 讓大家瞬間就不敢講話 - 以及 - 要請大家記得 - 千萬不要相信 - 中國方面的任何承諾 - 因為當初說了 - 五十年不變嘛 - 香港五十年不變 - 也不要相信 - 國民黨要找你談判 - 好 - 每次講到香港 - 我都覺得好悲哀喔 - 對 - 然後也有點 - 然後因為我的立場 - 就是滿台獨的嘛 - 我現在也會覺得說 - 我是不方便跟我一些香港朋友聯絡 - 嗯 - 因為他們計分法二十三條裡面 - 就有一個新增一個境外干預 - 它就是禁止香港人跟外國 - 還有台灣的政治組織聯繫 - 嗯 - 所以你跟台灣人聯繫 - 像剛剛麗莎講 - 也可能會違反這個法律 - 對 - 所以我真的一直有一個很大的遺憾 - 是我沒有在香港還很好的時候 - 去過香港 -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王家衛的電影嘛 - 所以我就 - 我也很想去香港 - 對 - 我沒有去過 - 因為我很喜歡周星馳 - 哈哈 - 我去香港的時候他們都 - 因為香港最有名就是他們對人態度很差 - 對 - 這可以大家香港人接受 - 就是電源很兇嘛 - 他們比較 - 嗯 - 比較不像台灣 - 因為台灣人很在意你就是 - 啊哪裡不舒服 - 台灣服務業做得非常好 - 台灣就每個都林志玲 - 嗯 - 但香港是對大家會比較直白一點 - 比較潑辣 - 可是當你透露你是台灣人的時候 - 他們會變回林志玲的樣子 - 喔真的 - 他們會跟你說 - 啊你是台灣來的 - 沒有其實像香港或是中國人 - 都會覺得說 - 台灣人為什麼講話扭扭捏捏 - 你為什麼不直接說 - 嗯 - 就是到底到底為什麼要不好意思 - 或幹嘛 - 就是你就直接說你要幹嘛 - 他們反而會覺得我們很不乾脆 - 欸你知道台灣人口頭才就是不好意思 - 跟謝謝 - 對對對對 - 我也是我之前也被問路的時候 - 然後他就說 - 欸請問譬如說成德路怎麼走 - 嗯 - 然後我就說 - 欸我不知道欸 - 他說喔好 - 我說謝謝 - 哈哈哈哈 - 我謝屁啊 - 欸我也會這樣欸 - 就是我突然自己卸完 - 想說為什麼我要謝謝 - 而且因為他是在等候那個時候問我 - 然後我就覺得超級糗 - 嗯 - 可是這習慣 - 這我是台灣人他會覺得還好的 - 會習慣 - 我就覺得好好 - 他已經在心裡偷笑我了 - 因為我遇過中國廣告 - 可是他跟我問路 - 我一直跟他說謝謝 - 然後他都會說 - 不謝謝什麼 - 對 - 我希望港澳地區還有中國人 - 可以找我們其實在說不好意思 - 跟謝謝的時候 - 沒有那麼感謝 - 跟也沒有那麼不好意思 - 我們就有口頭餐 - 我們就有口頭餐 - 這是真的真的 - 他只是口頭餐 - 好那我們就 - 我想分享一個 - 最後一個 - 是關於口頭餐 - 台灣人不是很喜歡蛤嗎 - 然後你知道日本人 - 聽到蛤的意思是 - 類似我們的髒話 - 類似我們的女生 - 你誰在說他笑那種感覺 - 為什麼 - 日本人聽到蛤這個字的時候 - 他們是蛤 - 他的感覺蛤是很不禮貌 - 代表你真的生氣了 - 可是因為台灣人太愛蛤了 - 那蛤很好用欸 - 那蛤呢 - 這樣可以嗎 - 欸 - 他們應該在欸 - 他們在欸 - 他們不喜歡有喝的音 - 他們不喜歡有喝的音 - 可是因為台灣人太愛蛤 - 蛤到 - 你可以去觀察觀光客 - 如果來台灣聽到台灣人說 - 蛤他們真的會嚇到 - 即使他們知道這台灣文化 - 他們還是會嚇到 - 因為台積電不是去熊本開設廠嗎 - 對 - 他們就特地找了那個 - 你知道為什麼語氣這麼高啊嗎 - 台積電最近長好多 - 長很多 - 謝謝台積電 - 然後總之日本當地 - 因為那邊其實不是大都市啦 - 就是那個熊本那個地方 - 他就特別請了那個 - 日本航空的空服員 - 去跟當地的人吧 - 他們上台灣的文化教育 - 然後提醒他們 - 當台灣人說出蛤的時候 - 不是生氣的意思 - 這個要特別教育 - 請當地人不要走心 - 就台灣人沒有生氣 - 他們只很喜歡蛤 - 有可能他們比如說 - 來台灣觀光的時候 - 然後試圖想要講中文 - 然後大家老闆可能聽不懂 - 就會蛤 - 然後會嚇到 - 然後會嚇到 - 我說錯了什麼 - 可是你不會去其他國家的時候 - 你就會用那個他們的語言的語境 - 去回應相對的情緒嗎 - 可是有點類似 - 假如我們今天一起去日本玩 - 然後可能我日文一點點會說 - 然後我們一起在結帳什麼 - 然後店員講了一整串 - 講完之後連我都答不出來的時候 - 我們可能會互看一眼 - 然後會 - 欸 蛤 - 剛剛他講了什麼 - 就像這樣子喔 - 可是那個櫃台可能已經哭出來 - 覺得我剛剛是說錯什麼嗎 - 什麼 - 嗯嗯嗯嗯 - 嗯嗯嗯 - OK好 - 那最後的話我們要來預告一件大事 - 呵呵呵 - 剩我們冰與火之歌的壓軸人物 - 這時候開始有一些故事要連載了 - 高環要開始開聽了 - 對對對對 - 三月六號開始對不對 - 欸 除了高環之外 - 除了有一個前陣子被判起訴的 - 以前也是民進黨 - 民眾黨的 - 蛤 - 馬志薇 - 我剛剛你可怕 - 馬志薇 - 好險現場沒有日本人 - 對 - 那個啊 - 馬志薇是前民眾黨籍 - 然後他因為好像涉嫌有收 - 中國的政治獻金 - 的政治獻金 - 對 - 然後現在已經正式被起訴了 - 就收中國前選立委啦 - 然後以前是民眾黨的 - 然後沒有選上 - 民眾黨這好特別喔 - 但他現在已經被開除民眾黨黨籍了 - 怎麼會有一個 - 難怪因為其實我有看到 - 就是台灣有 - 算是政治人物 - 要選民意代表的人 - 去收中國的錢 - 然後被起訴 - 這件事情我會想說 - 去年很多對不對 - 就是馬志薇這個案子 - 然後我就想說 -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- 就會很敏感嘛 - 就會覺得說 - 是是要被統戰還幹嘛 - 點進去就想說 - 是武黨籍的 - 結果 - 原來不是武黨籍 - 是被開除 - 因為他那時候已經被抓到 - 你多查幾篇貼文 - 你就可以看到他跟柯文哲的合照 - 但當時柯文哲說他跟他不熟 - 他說很多人來站在我旁邊合照 - 沒辦法拒絕人家 - 對對對 - 那就是你提的人 - 就是你們黨的 - 那個立委候選人啊 - 不熟咧 - 大家真的要小心中國 - 你看他現在因為這個涉嫌收中國的資金被起訴 - 然後你再想現在立法院在推的那個中配的事情 - 你不覺得這一次 - 什麼意思 - 就是他們現在藍白都提案說 - 要縮短中配取得國籍的年限 - 然後你再看那個前民眾黨的人 - 還有那個漁船的事 - 漁船的事情 - 全部都是跟著 - 全部都是在跟中國一起欺負欸 - 就是你到底適合舉行 - 對欸 - 就是他們真的多管齊下在干擾台灣 - 就這種事情全部 - 你串起來你就會覺得很可怕 - 相反來說台灣的選舉至今 - 我們雖然講過很多次 - 一直以來都是在民進黨跟中國之間做選擇 - 嗯 沒錯 - 我真的希望大家 - 好啦 我們很久沒呼籲了 - 好 沒有很久 - 大家有 - 大概兩天 - 哈哈哈哈 - 大家多看看新聞 - 我真的覺得有些事情正在發生 - 然後其實都是用一個蠻日常的方式在干擾政治 -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 - 就是我們就是台灣啦 - 我們有些 - 我們就是要保護自己 - 但其實我有時候也可以理解說 - 大家在這些東西看久之後 - 會逆的啊 - 確實是會很疲乏 - 但我們今天也是特別想搞 - 會覺得說 - 因為像你看 - 像我們前面就說 - 角色很多嘛 - 那就是代表說 - 國民黨他們其實是一直在開戰場 - 對 - 那你每個議題都要跟的話 - 會蠻累的 - 哇那當1450太累了吧 - 真的很累 - 但我說我們今天還特別講 - 這幾個是精挑戲選特別好笑的 - 我們已經跳過了 - 對 - 聽說明天會變很熱 - 然後後天又會再變很冷 - 我真的快受過台灣了 - 就不合理吧 - 就地球不是這樣轉的吧 - 你知道春夏秋冬汁水連在一起 - 不是因為它會一天內發生 - 地球不是這樣轉的吧 - 我真的覺得台灣 - 它在給我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- 那希望大家 - 明天記得補充水分 - 然後後天記得保暖 - 我想到了啦 - 又要 - 我剛剛講說那個是壓軸 - 那是我的壓箱爆 - 我想完我就要結束了 - 你知道大港開上請到蠻倒光嗎 - 很不爽耶 - 很不爽耶 - 來不及了 - 莉莎沒力 - 好啊 - 我有點不爽耶 - 今天就先這樣囉 - 謝謝大家 - 拜拜 - 拜拜 - 拜拜 - 喜歡重新錄一段的記得到 - 臉書、IG、Twitter、串串、YT -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搜尋 - 重新錄一段 - 按讚、追蹤、訂閱 - 還有限動Pak我們遊玩